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楼五的朋友们我是楼五 今天这期啊跟大家聊聊布林肯访华 中美这一次外交方面的会谈必然谈不拢 我相信有些同学会说啊 这个谈不拢的这场会谈 为什么要谈让布林肯回家去吃自己就算聊 但是我必须要提醒一句啊 你看似谈不拢 它本质上其实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谈拢 那为什么我这样讲呢 待会会跟大家分析啊 今天还得跟大家聊一聊中美 谁在往前进谁在往后退 尤其是啊从中美两个国家的这个气场上面来看 提出来的条件上来看 再回顾啊 中美之前外交上面的博弈 咱们看一看谁在履行着 对不对 对方提出来的这些问题 谁在进行着妥协 大家也就知道谁在往前谁在往后啊 你看似美国气势汹汹啊 这个问题啊 那个问题我要让你中国要妥协 那中国这边呢 从气场上来讲 那是啊 这个佛心来的 对不对 然后这样的一个态势 它能够代表中美交往的 完全的那个结果吗 那美国为何要气势汹汹 中国为何要佛心来的呢 看清楚本质 大家也就知道谁在向前 谁在向后啊 那谁在向前呢 大家听我慢慢来聊啊 首先啊 咱们来聊聊啊 为什么中美这次必然谈不拢 那谈不拢 那为什么是另外的一种形式的谈拢 其实大家观察啊 就中美历次的外交上的这个交往和博弈 互相的这种会谈 尤其是美国外交方面啊 最近这几年都是主动来中国来跑 那中美在外交上 然后不管是啊 这个副国务卿 还是啊 这个国务卿 然后谈出来的那个结果 看起来都是没有结果 看起来都是谈翻了 但是咱们得看最后的旅行的啊 那个状态 谁在旅行 谁在没旅行 现在呢 美国现在这个气场特别的强 气场特别的旺 对不对 然后人权问题 我要跟你中国来谈 台湾问题 我要跟你中国来谈 俄无问题啊 我要跟你中国来谈 你中国必必须要妥协 你要不妥协 你就是大坏蛋 你竟然敢支持俄罗斯 对不对 俄罗斯就是靠着跟你中国的关系啊 才撑到了今天 你中国支持万俄的俄罗斯 你中国就是大坏蛋 美国从气场上来讲 提出来的这些议题 他显得美国气势特别的旺 可是美国提出来的这些议题有用吗 我之前就跟大家讲过 对不对 美国在这些议题上 跟中国的交锋呢 也不是一天两天 也不是一年两年了 尤其是人权议题 我相信 自打由中美这两个国家啊 直接建立了外交关系的那一天开始 这个人权的问题 从来就没有中断过 那美国在中国弱的时候 在人权问题上 占了中国多大便宜啊 其实本质上来说 你想要靠着人权议题来影响中国 都没有什么特别显著的一个成效 可是美国人为什么走到今天 还要对着中国提人权问题 他在乎人权的本质吗 很多同学一看到美国人提人权 可能第一反应就是啊 我们中国人权可以啊 对不对 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 老百姓的需求越来越多 老百姓啊 在这方面啊 然后的话这个做得好 在那一方面呢 然后又出国旅游啊 又这又那 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上去了 对不对 让你美国干嘛 要提我们中国的人权问题 必须要跟大家讲 美国人根本就不在乎你人权好换 你就跟新疆似的 对不对 一说就是种族灭绝了 但是本质上新疆的维族的同胞们的生活状态 到底如何呢 我相信只要你是个中国人 只要你良心没坏掉 你大概都知道那个状态 可是美国人为什么要提呢 这就是一个话 大家把这东西看清楚就行了 这是展示自己姿态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工具 我审视你 我审查你 你的好坏不由你做主 而由我做主 然后我我来质疑你 你人权不好 你来对着我解释 那就是我厉害还是你厉害呀 对不对 大家想想 我说你啊 你有问题 你这边过来跟我讲了 我没问题啊 我做的挺好的 我对不对 你想想这个从气场上来讲的话 谁更厉害一点 那也就是美国人的一个目的 他根本就不在乎你做的到底是好是坏 他只在乎的是什么呢 他掌握了这个标准 人权就是这个标准 这个标准就是拿来审视你审核你好或坏的那个东西 那个工具 对不对 只要你在他这个标准的底下来行事的话 美国就是这个世界的霸权 因为他掌握了标准嘛 中美博弈最核心的点 其实就是标准上的一个博弈啊 就规则上的一个博弈啊 所以说美国为了维持自己这个形象 他一定要在这些议题上然后跟你施压 态度一定是强的 所以说美国的这种态度 这种气质的旺盛 他也不可能导致中美两国在外交方面 在表面看起来会达成一个什么重要的一个共识 对不对 其实跟大家提醒一下 大家真的是看一下中美最近这几年的一个交往 从天津三底线两个清单开始看 对不对 美国的态度全是强势的 就在那个时候啊 天津三底线这个主谈的中美两国啊 的代表美国的是啊 这个已经辞职的这个副国务卿啊 然后这个舍曼 中国呢是当时的应该是啊 这个外交部副部长谢峰 然后谢峰现在就是啊 美国的这个驻美国的大使 然后总而言之吧 然后的话当时这两位的代表 谈出来了啊 这个三个底线和两个清单 然后那个时候 舍曼跟谢峰这个会谈的这个结果啊 好吗 舍曼马上就回到了美国去啊 美国那边啊 这个这个反对的声量特别的大 对不对 怎么能谈回来三三个底线两个清单呢 你中国你是不是啊 不知道自己一顿能吃多少了 总而言之 那个时候美国那边的声音啊 是完全不妥协 你那两个清单 我提都不提 你那三个底线 对不对 你过啊 一边玩去啊 你还给我美国啊 列底线 你算捞几 那就是美国当时的状态 可是呢 咱们看后来美国落实的程度 有没有落实 对不对 咱们看这些也就明白了 首先啊 咱们先先回看吧 然后的话 美国这次啊 布林肯访华 美国对中国提出来的一些议题 然后以及中国外交部啊 有五大目标 咱们看一看啊 美国提出来的这些议题 和中国外交部的这五大目标 谁在向前 谁在向后 或者说谁在向前 谁在原地踏步 对不对 咱们从提出来的要求的多或少 大家也就能够看到 谁其实是占据强势的那个位置 谁在往前走 对不对 谁往前走 那必然的 这个态势上 对不对 这个本质 实力的博弈 谁更厉害一点 大家也就能够看得出来啊 首先啊 咱们看一看啊 这个 这个美国提的要求啊 美国国务院称啊 让布林肯将与中国高级官员讨论一系列双边区域和全球的问题 包括啊 中东危机啊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啊 这个台湾海峡局势和南海问题 然后的话 这个预计啊 这个布林肯此行将于啊 中国外长王毅 啊 进行会谈 并可能会晤中国国家主席啊 习近平 这就是美国的报道 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 包含什么人权问题 刚才跟大家讲了 美国也会来谈 对不对 这些问题啊 都会成为中美会谈的一个主轴 但是我 我不知道大家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了没 就是美国提的这些议题 其实中美之前已经 已经谈过 或者说啊 这些议题都不是一些新鲜的议题 从啊 人权这个议题来说啊 那是中美有外交关系以来 谈的特别多的一个状态 对不对 谈的特别的一个多 可是走着 今天美国还在拿着人权议题来聊 那到底是为什么呢 啊 总而言之 就在刚才跟大家解释了 这是一个态度上的问题啊 台湾问题 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 这是中美的老问题了啊 中美建交的三个零公报 台湾问题都成为了重点 对不对 中美建交 然后的话 台湾问题都能成为成为重点 大家就想想台湾问题 然后的话 其实在中美这边啊 早就谈 可是呢 这个时候 为什么又要拿着台湾问题来找中国谈呢 这是个老议题 对不对 老议题 没有新议题 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说 就是说啊 我向你啊 提出更多的一个要求 这才是一个态度上的展示 真正态度上的展示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你啊 这个一二三 这个议题啊 咱们以前谈过 但是你履行的不好 我再拿出来跟你谈 但是我还给你提出一些新条件 那些新条件 你也得做 这才是一种强势的问题 可是美国拿的全是老问题啊 其实南海问题也是老问题 只不过南海问题最近啊 掺杂了这个菲律宾啊 这样的一个国家 对不对 也就有了中美 中美关系的一个新态势 但是的话 美国在南海问题能够多提出来任何的一些更多的要求吗 南海对不对 南海这个问题美国有什么资格往里面掺和呢 最多也就是靠着这个菲律宾 可是啊 你要是靠着菲律宾的话 那你就直接谈菲律宾就得了 你非得要谈南海问题 谈南海问题 那就是主权问题 你美国凭什么跟我谈主权问题 还是老问题 对不对 俄乌问题 虽然说啊 俄乌冲突啊 打起来也就这几年的一个时间 可是呢 俄乌这个问题啊 中美早就交过风 对不对 美国呢 那就是啊 支持乌克兰击败俄罗斯嘛 那中国呢 那就是啊 既考虑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 对于国家主权的啊 这样的一种啊 担心 对不对 也啊 也尊重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 对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啊 这就是中国的一个态度啊 既尊重俄罗斯 也尊重乌克兰的一个需求 只有你啊 能够正视这两个国家 这两个当时国的需求 你才能够解决这场冲突 这就是中国在俄乌冲突上的一个立场 让中国这个立场与美国的立场 其实已经博弈的差不多了 对不对 你美国想让这个乌克兰打赢 你美国如何让乌克兰打赢呢 你现在拿着俄乌冲突说啊 这个中国不好不好不好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你美国最好坐实了 中国支持啊 这个俄罗斯 你坐实了之后呢 中国就可以敞开了给俄罗斯供用武器 我看看你那个时候 欧洲人美国人撑得住吗 对不对 为什么美国没办法坐实 真的是没办法坐实 坐实了就撕破脸 撕破脸了之后 那中国就不用担心了 你把我中国也 也弄成一个大坏蛋 那就行 我就是坏蛋了 对不对 然后我就是坏蛋 我就是支持俄罗斯了 你那我和 你你美国人 欧洲人能打得过吗 常规武器这一块 你能打得了吗 对不对 这就是最核心的问题啊 你美国 你美国俄国给乌克兰的支持 全都是武器的 全都是钱的 对不对 全都是可以开枪放炮的玩意儿 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 还真没有那么多可以开枪放炮的东西啊 对不对 真的是撕破脸 那个时候 你美国和欧洲人能承担得了吗 对不对 就像我之前跟大家提那个问题一样啊 这个法新社 法国的官媒报道出来了 中国的卫星公司跟这个瓦格纳的这个合同 对不对 然后中国的卫星公司啊 坐实了就是在支持瓦格纳 就是在支持俄国人 那你那个你怎么不拿这个事情出来说 对不对 中国就是支持俄罗斯呢 现在还在跟你扭扭捏捏 说中国支持了俄罗斯的工业 你不开玩笑吗 这是什么工业 我情报直接给 对不对 我的卫星直接给俄罗斯提供情报 你给我坐实了呀 法新社都替你坐实了 没人提 这才是最有意思的 中东的危机也算是比较新 但是中东的危机有一个老议题 对不对 那就是伊核问题 也就是伊朗的啊 核设施的这些问题 可是走到今天伊朗核设施 还有人提吗 对不对 其实美国拿出来的这些议题 跟中国来谈 大家可能会认为啊 美国五五又渣渣 美国好凶 美国好凶哈 但是啊 大家真的是可以默默的看到 就中美谁在往前 其实大家回顾啊 就是说啊 这个天津三底线和这个两个清单 大家可以看一看 当时的三底线和两个清单 大部分都什么内容 大部分其实都是中美两个国家的关系上的一些内容 比如天津三底线第一条 那就是你得尊重我中国的体制 你不能老想着就颠覆我呀 对不对 第二条那就是中美贸易的问题 那个时候正好是中美的科技战呢 中美贸易战打的正热闹的时候 然后他这个天津三底线里边第二条就谈了一下中美贸易的问题 你得让我发展呢 你老是制裁我的产业 这哪行 这不对 对不对 然后呢 第三条那就中国主权的问题啊 台湾问题 香港问题啊 新疆新疆问题 西藏问题 让你美国得尊重我中国的主权 所以说呢 这这三底线 大家真的是可以看看 全是内政问题 两个清单 基本上也都是中美关系 然后的话啊 跟中美两个国家直接的一个关系 没有外部的一些问题 最多中美那个时候 谈就谈谈朝鲜问题 谈一谈伊朗 美国跟中国谈国际事务 非常非常的一个少 对不对 结果走到今天 你看起来美国人这不得了了 硬的不得了 对不对 我跟你谈人权啊 我跟你谈台湾 对不对 我跟你谈俄罗斯 然后你中国必须要妥协 你看起来态度上是这样 但是的话 大家没觉得很奇怪吗 美国现在正在要跟中国谈 国际事务问题 美国原来在这个世界上 是说一不二的 这个世界上发生任何的一个事情 都得看美国人的脸色 美国人啊 说啊 谁对 谁就是对 美国人说谁错 谁就是错 全世界哪个国家敢跟美国人说不字 其实之前我跟大家聊过 在俄乌这个问题上 从那个时候 俄乌啊 开打第一天 中美的态势就完全的变了 原来美国在这个国际事务上 美国人认为谁对 谁真就是那个对 谁跟美国人顶 别敢跟美国人顶 跟美国人顶什么结果呀 问一问萨达姆 打听打听卡扎菲 还有那个米洛守维奇 对不对 你跟美国人顶到最后 那真的是啊 给你吊起来 就这种结果 可是俄乌开打之后 俄乌开打的一天 中美在立场上就出现了一个极大的分歧 美国就是支持俄乌克兰的 就是要击败俄罗斯的 中国呢 就是啊 既尊重俄罗斯的立场 国家安全嘛 中国也尊重乌克兰的立场 国家主权嘛 对不对 你不尊重这两个国家 任何一个国家的立场啊 这个俄乌这边就很难能够得到和平 这就是中国的态度 那个时候跟大家讲过 这看似啊 是美中美路线上的不同 本质是中美规则上的博弈 在国际事务上 中国提出来了中国的解决方案 原来之前几十年 都是美国给这个世界解决方案 结果走到俄乌这个问题 中国竟然敢自己提出解决方案了 大家真的是可以看看 除了中美在俄乌这个问题啊 哪个还有哪个国家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了 你找不出来 对不对 能够提出解决方案 而且要执行实现自己解决方案的国家 都是强势国家 弱势国家做不到 大家想象一下 美国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结果呢 欧洲某小国啊 跟美国顶着来 说美国你提这方案不对 我给大家来一个方案 最好的状态是美国人不理你 对不对 你非得要跟着美国人挺 那美国人弄死你 为什么呢 你方案对我 方案错 是吗 你是这个意思吗 我美国错了 那我美国还在这个世界上当什么老大呀 对不对 我这美国的霸权让给你吧 你实力不济 对不对 你就小心 我弄 我收拾你 对不对 这就是 这就是 这就是这个世界的实力的一个体现 国家实力的一个体现 从俄乌开打第一天 中美就在这个规则上面开始正面的一个博弈啊 美国刚开始什么样的一个态度 根本就无视中国提出的啊 这个方案 对不对 大家想想那个时候 美国人啊 是如何评价中国的啊 你中国占到了历史错误的一方 什么中国这边如果解释啊 我的立场不是啊 我是既尊重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 对于国家的主权的啊 这样的一个完整的考虑啊 我也尊重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 对于对于国家安全的一个考虑 对不对 我是啊 两头我都支持啊 对不对 我得顾及各方的一个立场需求 你得满足各方的一个需求 大家才能得到和平啊 你跟他解释美国人不听的 美国就说你在支持俄罗斯 对不对 你就是支持俄罗斯的 你站到历史错误的一方 结果走到今天呢 美国人主动要跟中国来谈俄乌问题 大家觉得谁在往前 谁在往后呢 对不对 然后刚开始天津三底线 两个清单 谈的还都是中美两个国家的问题 来到了啊 这个三底线啊 过去之后的 这大概不到三年的一个时间吧 不到四年的 不到四年的一个时间 2021年到2024年吧 不到三年 不到三年的一个时间 然后中美上啊 中美的这个态势发生了一个极大的一个变化 原来美国人理都不理你的立场 你的立场跟美国人不一样 你就是大坏蛋 结果现在主动要来跟中国来谈 谁在往前 谁在往后呢 而且呢 中国外交部啊 提出来的这个五大目标非常的有意思 其实啊 大家可以把这五大目标看成什么呢 看成啊 就是说 这个美国的啊 中美的啊 天津三底线和两个清单里边的啊 这个覆盖的一部分内容 以及美国落实的一个程度啊 就谁在落实啊 对方对方的这个需求 谁在落实啊 对方的这个要求 大家真的是可以从这里面看到 这个五大目标 看起来是五大目标 其实最特别的是啊 第五条 咱们先啊 简单的看一看 这五大目标都是什么 就是说第一啊 要树立正确认知 就是你美国呢 要啊 对于中国的认知啊 要保持正确 我首先跟大家讲啊 就说 我要是美国人 我觉得真的是耻辱加羞辱 真的是耻辱加羞辱 你看中国提的这要求啊 东美这两个大国不能不啊 来往不打交道 更不能冲突对抗 对不对 中美关系应该稳下来 好起来 沿着稳定健康可持续的道路 向前走 对不对 中国提的这个话 大家觉得啊 可能是啊 讲的好听 还是那句话 看态度 什么叫看态度 回看天津三里线 对不对 天津三里线的第一条 你美国要尊重啊 中国的这个体制 你不能老是老想着颠覆中国 对不对 然后的话 大家可以看看啊 从2021年大概应该是7月份吧 然后天津三里线啊 出现 然后呢 美国落实啊 程度怎么样呢 落实到了四不一无一嘛 这个美方啊 不寻求新冷战 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 哎 第二条 大家就看到了 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 对不对 然后天津三里线第一条 美国正在落实 但是的话 美国落实完了之后呢 中国又向前多提了一步啊 就是说啊 你得树立对中国啊 你美国对中国 得树立正确的认知 你不仅要尊重我的体制了 你对于我的认知 也得是正确的 对不对 所以说 谁在向前 谁在向后啊 这是啊 这个中国的五大目标的第一条 第二条 加强对话 对不对 其实这也 这也跟啊 这个中美的啊 天津三里线的第二条 它也有相关的 天津三里线第二条呢 就是中美贸易的问题啊 科技啊 等等的各个行业上 你美国不能够打压 现在呢 美国打压了吗 最近我跟大家聊 对不对 中美科技战 尤其是美国对华为 尤其是华为 最近啊 推出的最新款 那个笔记本 使用的是 英特尔酷瑞的 对不对 最新款的 AI的CPU 大家想想 我之前跟大家提醒啊 过去 这个之前啊 2023年的1月份 美国的商务部 是如何评价华为的 对不对 制裁华为 美国的商务部 他的这个方案是什么 也就是 你华为是不能够买 就这个包含 美国知识产权的 任何的这些啊 技术的 你什么你都不能买 结果呢 2023年1月份 美国商务部说的话 被2024年呢 美国人打了一耳光啊 对不对 包含美国技术的啊 美国知识产权的 这些技术 你华为是什么都不能买 结果呢 现在你英特尔的 这个最新款的 AI的这个CPU 怎么就卖给中国了呢 大家没觉得 在美国是往前了呢 还是往往后了呢 对不对 这就是为什么 跟大家讲 中美的科技战 美国输掉了已经 所以说呢 美国其实已经在往后退了 所谓的制裁华为 这越制裁 怎么越松呢 对不对 然后的话啊 然后呢 这个啊 中美的这个贸易上 产业上啊 这个你美国 不要打压中国的企业 中美天津的 三底线的第二条 来到了今天就变成了 你得继续跟我对话 对不对 然后的话 有些问题 你还得继续向我妥协 你要加强对话 对不对 你得知道 我中国人是怎么想的 你要跟我对话 然后回去之后你好落实啊 总而言之啊 这个中美对话 要对话什么呢 要在什么 这个安全方面 经贸财经 要气候变化啊 执法农业文化 对不对 要啊 互相的啊 这个 这个通过部门负责人啊 这个通话访问啊 会晤啊 工作组会议啊 保持互动 对不对 现在中国正在要求美国人 跟中国人要保持会 要保持互动 美国的这个科技战 中美的这个科技战 美国硬都硬不下去了 还得跟中国人继续保持会晤 大家觉得谁在向前 谁在向后啊 你看着中国的外交部 跟你讲话 看起来比较温和 佛心来的 对不对 但是本质上 怎么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呢 对不对 第三点啊 有效的管控分歧 对不对 提到了台湾问题 包含 包含南海问题吧 然后的话 这些问题 现在要继续的谈啊 这是第三点 其实真的比较特别的 就是关于南海问题啊 南海问题里面 包含了这个 菲律宾的这些问题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但是的话呢 中国现在也向美国人 提出了新条件啊 南海问题 其实也是中美 两国关系里边的老问题 但是中国现在向美国人 多提出来的东西 是什么呢 说啊 中国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不容侵犯 中国维护自身合法权力的决心意志 坚定不移 中美已建立海上事物和亚太事物 磋商机制 双方可以继续对话 但美国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 不应该介入 更不要搅局 直接把美国人当成什么 troublemaker 麻烦制造者嘛 你不要搅局 这就是中国现在的态度 但是我讲到这 我也相信 有些同学还得心里边啊 那个别扭 对不对 美国在菲律宾部署导弹了 对不对 部署那 那个40年的破战俘 老战俘 能够伤到中国什么 你把这一点看清楚了 对不对 你也就知道美国人的态度 看起来五五扎扎 本质上伤不到中国 但是你看起来 五五扎扎 本质上美国是想要借着这些议题 跟中国进行交易 这一点你看不清楚吗 对不对 明明伤不到中国的这些事 美国人还要做 而且展示的这个态度特别的强硬 但是你态度强硬 你实力不济啊 你所谓部署的这个导弹 就是40年的破战俘 你管毛庸啊 对不对 亚音速的巡航导弹 你说想要威胁中国的安全 您真的是开玩笑 你知道吗 你别说在这个菲律宾部署了 如果他真那么厉害 美国在这个日本部署不就得了吗 对不对 那美国干嘛还要往关岛去撤呀 美国的这个海军陆战队 为什么要撤向关岛啊 驻日美军为什么往关岛跑啊 这一点还看不清楚吗 谁更有威胁一点 对不对 现在是中国向美国人提这个条件 对你不要搅局啊 不要当麻烦啊 制造者 对不对 总而言之吧 然后的话 你看起来 这个南海这些议题啊 这个兵凶的战威 其实本质上是什么呢 对不对 本质上是啊 双方要拉开膀 拉开膀子要打那么一架吗 看起来乌乌乌乌 他本质上实力跟得上吗 对不对 那中国这边怎么要的越来越多呀 因为知道看见你了 你想要借着菲律宾这点事 然后的话啊 想要交换利益 都在看清楚了 你既然想交换利益 我就给你多提条件 你离南海远一点 而且在南海这个问题上 大家真的是啊 再往前看一步 看什么呢 看谁再往前走 想一想吧 90年代2000年左右的中国在南海 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势 其实之前跟大家聊过啊 你从中国的一款啊 飞机的型号 你就知道了 就也就是飞豹 当时中国无论是海军还是空军 对于南海的控制能力极差 所以说才有了 飞豹这一型号的飞机啊 这是中国当时啊 算是啊 从顶层下令 要打造的一款飞机 然后的话 要能够飞到南海 要能够在南海执行任务 虽然说飞豹的这个作战半径吧 也就也就仅仅只能够保证啊 这个飞豹到了南海 然后发了导弹 然后直接撤回来 但是的话 这也已经是中国唯一一款 能够从中国大陆起飞 然后影响南海的 这样的一款飞机了 这是唯一一款 当时中国的作战飞机都是什么 对不对 歼六歼七歼八 全是这些玩意儿 你怎么样守南海 两千年左右 中国还是这种态势呢 大家把这东西看清楚 但是随着时间的过去 你看看现在的中国的海军空军 还是以前的那种 以前的那种 那种状态吗 对不对 尤其是你再看一看 原来啊 中国的这个 中国解放军 想要使用无力的形式 守住南海有多难 可是你再看看现在 三个人工脑部说 跟菲律宾啊 这个矛盾最大的那个点 人爱交 那在哪呢 那是菲律宾 这个国家 这个家门口啊 就紧贴菲律宾的家门口啊 你看看人爱交 那是哪的问题啊 你都堵到菲律宾家门口 在那折腾他了 还要怎样 很多东西 有些东西还在以为 软弱软弱 哎呀软软软 没见过那么软的 对不对 2000年到现在 20多年的时间里面 这个态势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还看不见 谁在往前 谁在往后 想想当年的飞豹吧 对不对 你再想一想 你再看一看 现在被堵在人爱交 过不去的是谁 对不对 中国的海警船天天在那晃啊 当年别说中国的海警船了 连军舰都没有 现在中国海警的一个能力 谁在向前 谁在向后啊 堵人家家门口折腾他 这是南海问题啊 继续跟大家聊 中国外交部啊 提的这五大目标 第四点啊 推进互利合作 对不对 专门提到了芬泰尼 这算是给美国人留了一个活路啊 这个布林肯到了中国 拍了一个视频 然后拍了这个视频呢 发布的这个 这个平台呢 不是抖音 对不对 这个非常好的 这个平台抖音 他不发 他发到哪呢 充满了这个 黄暴的信息的这个叉 也就是这个推特 对不对 他往这个推特上去传 哎呀 这个美国人呢 对不对 有问题 这个推特这个叉 这个平台 你看看多少黄色暴力的信息 美国人呢 好好的啊 对不对 把这个对于年轻人影响非常不好的 这个叉 这个平台 好好的检查检查 对不对 结果呢 布林肯还往叉上面发信息啊 传他到中国之后的这个视频 第一个视频都啊 都在叉上面发布 应该发应该发到这个TikTok 你知道吗 这TikTok才是个健康的平台 对不对 他这个发的这个视频的内容就提到了 我要为美国人做事 我要为了美国人 对不对 然后在这个芬太尼这个问题上跟中国来谈 其实芬太尼这个问题 怎么讲呢 其实也是一种啊 就是说态度上的一个展示吧 然后呢 就跟当年中美的这个乒乓球外交一样 看似啊 这是个一项体育运动啊 让啊 中美的这个外交方面啊 然后从冷淡变为啊 特别的亲密的一种状态 对不对 但是本质上啊 这个这不是一个乒乓球运动的一个问题啊 本质上是中美要进行交往的一个信号 芬太尼同样也是如此啊 对不对 美国啊 美国这个芬太尼这个问题 大家可能认为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问题 但是大家想想 是哪个国家的政府允许啊 这个 这个啊 就做那种事啊 它是合法化的 是谁允许的 谁花着工价的钱啊 开设那种大烟馆 对不对 让一般的老百姓啊 去去干这种事 对不对 是谁呀 那不是中国吧 你自己的政府都在为自己的老百姓打造这种合法的空间 你还跟中国谈芬太尼 因为这个事情 他谈的并不是说芬太尼这样的一些问题 谈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啊 中美在这个整体的态势上啊 是越走越近呢 还是中美翻脸了 如果中美是翻脸的话 美国就会借着芬太尼这个问题说 你伤害了我美国人 对不对 我认知吧 这是一个完完全全态度的一个问题啊 最开始跟大家讲啊 就是中国的这五大目标最特别的 其实是第五点啊 共同承担大国的一个责任 为什么这样讲呢 他提到了啊 这个中方在中东乌克兰朝鲜半岛等热点问题上 发挥着建设性负责任的大国作用 我们希望美方同样也是如此啊 这个态度上完全不一样了 原来真的是啊 两三年前的 这个三年前的啊 这个中美中美天津三底线 以及啊两个两个清单 对不对 然后那个时候 中国还仅仅是跟美国人谈自己本国的问题 走到今天 连国际事务 中国也得压着美国人的头 你得按照中国的方式来走 因为你看提到这最后一句话 对不对 让中国发挥着啊 这个大国的作用 我们希望美方同样也要如此 你美国也得发挥大国的作用 在这在中东 在乌克兰 在朝鲜半岛 这些问题之上 你美国 你啊 小了 你格局小了 你知道吗 你得跟我中国一样 所以说大家也就会 也就会发现吧 中美这两个国家 谁在往前 谁在往后 谁在提的更多 谁在啊 更多的一个妥协 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讲的 你看看美国现在落实 天津三里线落实的如何 对不对 你啊 你得尊重我中国的这个 这个这个体制 对不对 你得尊重我的政治的制度 美国这边 对不对 无意啊 无意改变中国的这个制度 对不对 四不一无意不就喊出来了吗 台湾问题也提出来了 那美国就就开始改变方向了吗 让美国我反对台独 我不支持台独 从拜登 对不对 再到四不无意 里边都有这样的一些内容啊 对不对 所以说谁在履行着对方的那个条件 美国提的这些条件都是什么 啊 看起来五五喳喳 人权 人权议题 芬太尼 台湾 南海 对不对 这些议题看似啊 都特别的硬 特别的强 美国能解决哪个问题啊 我中国凭什么旅行这些问题呢 对不对 台湾问题是我主权问题啊 而且呢 你美国反而在履行着 我中国要求你做的 对不对 反对台独 不支持台独 你自己都履行好了 你还能跟我谈 谈什么台湾问题啊 对不对 南海问题 那我中国主权的问题啊 那不仅中国说你美国是一个域外国家 对不对 不要焦局 你个triblemaker 你个麻烦制造者 对不对 然后的话 这个不管是印尼啊 马来西亚这些国家 东南亚这些国家 哪个是完全全权站在你美国那一头啊 除了那个菲律宾 对不对 其他的东南亚国家 哪个国家站在你美国这一边啊 你在南海 你能翻出什么样的风浪呢 所以说美国人为什么谈这些问题 看起来硬 看起来气势特别的旺 本质上他其实就是使用一种啊 特别强势的一种态度 让希望中国能够能够帮助美国解决美国自己的一系列的问题啊 这才是啊 中美这次外交会谈的这样的一个最核心的这个东西吧 美国要掩盖的是美国急需要中国来帮忙 这才是问题 那如果说美国向全世界展示了 我美国现在急需要中国来帮忙 那谁还站在美国这一头啊 那美国为什么要表现的五五喳喳 其实之前也跟大家聊过 美国必须要这样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持自己的霸权 都在美国本来对于这个世界的分类 他就是不平等的 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 美国对东南亚 美国对这个非洲 这些国家 为什么美国一直不给这些国家发展 为什么一定要让非洲人天天的跟他们表演吹剑 对不对 拿着个标枪追动物 对不对 在非洲大草原上奔跑 为什么美国人就需要非洲人做这些 因为美国是这个世界的老大 对不对 低于美国的有五眼联盟 有七国集团 对不对 也有欧盟 也有北约这种组织 总而言之 让他这这些组织加美国成为了这个世界的上等国 然后你这种下等国想要发展 你也想要变上等 是吗 你想变上上等 你抢 你抢上等国的生意了 你知道吗 那上等国如何才能够成为上等国 因为他 他有下等国呀 对不对 有下等国做对比 他才能够成为那个上等国呀 你下等国要一直当那个下等国 我对你呢 最多就给你做做慈善 给你展示展示我的爱心 你来爱我就可以了 多余的事情 想要发展的事情 你不要想 这就是美国对于这个世界的分配方案呢 对不对 只有美国是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呢 那美国的比如说像军事基地呀 然后才能够继续维持下去啊 美国的西亚地区 在这个亚洲这边那么多的军事基地 他如何能够啊 能够说服大家要接受我美国的军事基地呢 就得是其他人弱 美国强 对不对 美国的存在就是要遏制这个世界大量国家发展 才能够维持美国的这个霸权嘛 这就是美国霸权的一个本质啊 所以说呢 美国要展示这种强硬的态度 也是为了自己 自己的面子 面子是什么 面子是一切 对不对 如果美国向全世界承认了啊 我跟中国分庭抗礼了 大家想一想 对于这个世界而言 大家会思考什么样的事情 啊 中美分庭抗礼了 美国有那么多的军事基地 那中国怎么没有啊 是因为中国啊 弱吗 没有啊 中美都分庭抗礼了 美国人都承认了 那中国不弱 那中国还不搞这个军事基地 哎呀 中国这个国家不错 中国这个国家很好 我们跟中国交往 不然的话 美国老拿枪顶着我们呢 对不对 美国这个态势是 是永远不能够低下来的 如果低下来 美国的霸权 催枯拉朽式的毁掉 这就是美国 为什么一直要保持 这种强势的态度的一个原因 那中国这边呢 中国这个态度 是非常的佛心来的 你前就跟大家聊过嘛 美国人 你不要玩阵营对抗 不要玩小圈子 不要玩意识形态对抗 中国每回都是啊 如此的循循的善用 对不对 很多同学不满意啊 这太软弱软弱 这不是软弱的一个问题 对不对 这是一种姿态的问题 这个姿态 你要展示给世界 其他的国家来看 你不是美国 如果中国是美国的话 其实对于中国来说 是最差的 如果中国跟美国人一样 玩的也是霸权的话 那中国就别玩中美博弈了 中美竞争 别竞争了 玩不过 为什么 因为对于世界 其他的国家而言 没必要再选择第二个美国 我只需要选择美国 不就得了吗 一样的 你中国跟美国一样 你的方法 你对待这个世界的方案 全是一模一样 我选择你干嘛 我干嘛要给你冒这个险 我要 我要配合老二 打老大 对不对 我得付出 我得有风险的 你是老二啊 对不对 老大毕竟在这个世界上 现在这个规模 还是比较大的 我凭什么要陪着你 这个老二冒险 对不对 你对于老二来说 不管是对于老大老二来说 那欧洲这些国家 还是在这个世界上 比较有钱的 对不对 然后他们 你们肯定 重点要拉拢欧洲 那我们广大的亚非拉 怎么办呢 没人管了 因为我们穷啊 我们弱呀 我们没必要让你拉拢啊 对不对 都跟美国人一样 按照美国的霸权来行事的话 都得拉拢欧洲 亚非拉没人管 那中国还跟美国博一个毛 都跟美国人一样 对不对 中国是讲道理的 中国是基于国际法的 这个国际的规则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不跟美国人一样啊 不跟美国的那个基于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中国是基于国际法的国际秩序 对不对 然后中国是啊 这个啊 联合国 完全尊重联合国的一个国家 美国是高于联合国的一个国家 这就是中美完全的不同 如果中国跟美国人一样啊 都跟都跟美国人一样玩霸权 中美博弈 中国别博弈了 博弈不过 因为对不对 对于世界其他国家来说 没必要站在中国身边 大家把这个事情想明白 其实啊 你从啊 这个中美这一次啊 双方 不管是美国国务院 还是中国的外交部啊 所提出来的这次中美要谈的 这些内容的清单 大家其实真的是可以看到了 美国拿中国 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其实啊 如果美国真的是本质上的强势的话 美国就应该跟中国拉清单 对不对 然后的话 像什么南海问题 台湾问题 这些东西啊 以前就谈啊 你你你现在应该加注 对不对 然后从什么啊 这个不知识台独 你中国别再让我说不知识台独了 我知不知识台独 那是我美国自己的问题 对不对 你干涉我美国内政了 然后的话 我我美国现在向你提出更多的一个要求 这个要求就是啊 我美国知识台独跟你中国无关 对不对 美国能提出这个更多的条件吗 提不出来呀 或者说啊 什么在南海呀 台湾呢 什么人权呢 这些问题之外 提出啊 别的议题 你中国内部啊 又出现什么什么问题了 比如说啊 你中国的这个产业有问题 那个产业有问题 对不对 然后我要继续的给你制裁 我不买你的了 你看美国现在敢放这种话吗 对不对 美国放这种话 你看看谁承担那个责任 是谁天天在那喊 我不与中国脱钩 不与中国脱钩 你看美国为什么拿不出来更多的一个清单 对不对 也许有些东西还会说啊 那美国有新的呀 对不对 美国要把你提出啊 斯维夫特啊 首先这是一个假消息 美国啊 最近确实有放出消息啊 针对啊中国什么支持俄罗斯 要什么制裁中国的这个银行 那你制裁呀 那你制裁一个事实 对不对 那人民密国计划 那更加的加速啊 对不对 就跟就跟伊朗一样 之前就跟大家讲了伊朗 然后折腾以色列 伊朗折腾美国 很多同学认为伊朗的第一目标 那就是为了啊 伊朗要解让逼着美国人解除制裁 之前就跟大家讲过 伊朗完全不是这个目的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的制裁的基础是美元 对不对 美国制裁想要生效 那就逼着你不要使用美元 谁也不要跟你进行贸易 然后对吧 为什么呢 因为美元 美国的斯维夫特可以进行监控 对不对 那这个什么呢 那你这个国家就会被这个世界孤立啊 你这个国家就会越来越穷 越来越弱 可是伊朗之前就跟中国达成了什么25年的协议 对不对 然后有大量的人民币 其实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啊 伊朗其实已经不用那么十分的担心美元的霸权了 而且美国的影响力如果从西亚地区从中东脱离的话 把美国挤出西亚的话 说实话 美国制裁不制裁没有多大关系了 因为大家都使用本国货币进行交易的话 大家想想 那对于伊朗来说 有没有美国的制裁 无所谓了 就跟伊朗加入金砖组织所达成那个效果一样 只要加入金砖组织了 金砖这些国家自己使用本币货益进行交易 那就是畅通无阻 你从伊朗跟中国这个贸易上的交易 你也就知道 对不对 美国的这个制裁 这个效果越来越差 你别说更不要提美国要制裁中国的银行了 你美国制裁伊朗能够越来越重吗 开玩笑你知道吗 所以说呢 大家慢慢去看吧 然后的话 然后为什么最开始跟大家只有直接判断了 美国跟中国这一次外交上的会谈 他必然谈不拢了 因为就是态度上 布林肯这一次啊 跟中国谈完 让他回居之后 从媒体上大家来看 那必然是一个谈不拢的结果 对不对 我美国可不会同意中国在这些条件 对不对 我美国还对着中国提了12345678 这种一大堆的这个条件 中国你自己好好的啊 去解决这些条件吧 美国必然要展示这种态度 所以说从媒体上 从媒体上来看 中美绝对谈不拢 但是就像之前的天津三级线 还有两个清单一样 美国正在慢慢的旅行 美国不旅行 中国也会逼着他去旅行 就像美国制裁华为一样 对不对 美国为什么给华为卖这个英特尔的啊 这个AI的这个CPU 不是因为美国人发闪心 而是因为华为对不对 自己努力的足够的多 对不对 美国的制裁失效了 美国人为了赚钱 他也得对不对 然后也得把自打而光 然后继续给华为提供CPU啊 这就是最核心的一个原因呢 所以说呢 咱们慢慢往下去看啊 美国接下来如何履行啊 这个美国对于中国的一个承诺呀 好吧 今天这期啊就聊到这了 感谢各位啊 咱们继续给华为了赚钱